最高法院王林青法官,依然下落不明一篇诋毁文章,为何四处流行,中共最高法院法官王林青网络图片崔文元爆料,最高法丢失卷宗议案中的关键证人。 中国最高法法官王林青,至今下落不明有人怀疑,他可能被隔离在一个地方。 调查正在不少人围着为主办陕西先议元矿权案,敢于站出来揭露最高法黑暗内幕的法官的命运担心的时候,社交网络流传着一篇以奇,同事的名义报其品行不堪的网文陕西先议元矿权案,前后拖延十余年。 正当最高法主办这一案件的法官王林青,要写判决书时,发现附卷失踪。 他要求上级调看监视录像结果两个摄像头,在卷宗丢失时,恰好都坏了。 王林青意识到问题严重崔文元爆料后,王林青为保护自己。 拍摄录像陈述卷宗丢失经过,并揭露最高法最高层罔顾当事人诉求罔顾和议庭意见强行干预千亿元矿权案。 迅思王法但是不久之后,王林青突然消失了崔永元,曾发出愿与其一起死的呐喊。 更令许多人担心,前面提到的那篇文章,1月23日,在法律人阅读公众号以同事眼中的王林青为主题刊文以知情人的口吻,讲述王林青的过往。 作者号称是王林青法官的同事,但不肯暴露姓名。 满篇诋毁王林青品行不佳,却未颇受质疑的最高法高层辩护。 文章登堂入室,无人屏蔽从微信,转到微博,也令人生疑亲北京的多维网以。 知情人报王林青过往中共最高法法案件丢失案,或迎反转为题介绍此文。 令人觉得蹊跷号称同事的作者对卷宗真的会丢骂视频真的会被删吗? 监控被删除了吗?连发三问,关于卷宗丢失文章, 称若有关内容赦密。 为了缩小知情范围,不宜入卷法院上级,完全可以直接要求该材料单独保存。 何必派人盗窃即使盗窃办公室,都有监控长时间离开办公室都会锁门。 至少要关门谁能把握好时间,在王林青,以及同屋不在时,才能险入,并精准翻找得手。 如果是索勒们要是,又是如何得到文章,接着发出另外一个质疑王林青的话可信吗? 并认为崔永元在微博上发布的绝密文件内容,并未反映出院高层违法干预案件。 反而是反复斟酌,避免判决,做出产生不良影响文章,指王林青适应地平时表里不一。 人前一套背后一套指责他沉迷于编写书籍,到处讲课称法官的本职工作是办案。 如果整天忙着著书力说工作时间外出讲课,必然会本末倒置影响工作何况? 著书力说就牵扯到利益。 有多少律师校友有事相求时,被他要求买我几百套书是问他们拒绝了吗? 作者进而止不经审批外出讲课。 就会涉及到利益,输送到律所举办的辅导班讲课,就是将收受贿赂和。 理化接下来指责王林青喜欢飘泄造想,孤名调欲指王林青法官的著作。 实际上一种编书,而非主术严格从学术规范衡量,就是飘泄在接下来这位同事。 开始在私生活上,攻击王林青攀财好色以权谋私,无论是同事,实习生,还是女律师,还是男律师的女助理,很少人没被他越过没被他撒扰过总之。 同事文章是要告诉读者王林青,不是铁面无私的包青天丝生活不剪扁。 且有收受贿赂,且有坚守自盗的嫌疑文章,同时处处为任领导开脱似乎有备而来。 多维文章引述分析称,对于最高法丢失卷宗宜是中共政法委以会同中纪委,最高检,公安部组成联合调查组进行调查在此关键时刻。 有关王林青的不堪过往被曝光,可能并非巧合事件,可能将被反转。 有意思的是,微博上的评论绝大部分,站在王林青法官,一面对所谓的同事,发出质疑一位网民说,很奇怪的文章通篇,没说啥否有人训私网法攻击别人私得避重就轻。 声拉硬扯的文章,还有网民指着,恐怕又是陷害人嫖妓的老路数。 找个借口先整个半死再说西北青云一般攻击下盘男女关系,说明已经没有多少招数了。 假如在放大什么培训费书稿费,那就是鸡蛋里面挑骨头里。 招数要创新不能重复吃瓜群众,都知道一些历史传统招数我的。 未来真是梦如果是同事为什么不实名不实名,怎么证明,是同事到底是前同事? 还是水君杨小四妹,总结一下本文几个观点,他抄袭他约女人他离过几次婚。 他有过好几个老婆,他造谣敲黑板别跑啼哈。 崔文元去年12月26日,爆出最高法丢失卷宗后,最高法称其造谣。 后崔文元再爆出丢失附件里的附印件,并同时表明有法官王林青作证。 随后王林青以视频行事,出现陈述卷宗丢失,经过迫使最高法展开调查。 现在,这一阵惊全中国的弹案,由中共政法委接手调查。 不少分析均认为最高法院院长周强,可能失事此案案中有案。 省委官员与最高法高官,勾结其黑暗病人炸舌。 但目前官媒的报道,全把火力集中在退休的陕西贤省委书记赵正永身上。 在王林青法官,不知去向的此刻此片号称同事的网文出笼,令观察人士疑问重重。 网民楚王侯自问还有希望吗? 他接着写到1月19日,崔永元发微博称。 王林青反复问我,一句话还有希望吗?还有希望吗? 这句话竟然是出自最高院王法官之口一个德高望重的法官。 出于良知正义把事情真相揭露出来,竟然会被逼得如此绝望。 这不禁让人愤慨之余,更是山然泪下,我们心里不禁要为法律还有希望吗?中共还有希望吗?